事情是这样子的,在综艺中,陈一涵看着眼睛诱人的排骨,聊起上学的时候,自己离不开妈妈,一时间感触纷纷,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,还说自己好久没有见过妈妈了,特别特别像她。 看到这里,大家都很感动,出门在外,谁又不想家呢? 可当嘉宾问陈一涵,你有多久没回家时,陈一涵的回答,却让所有人笑得掉头。 陈一涵天真无邪说道,15天,说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嗯,阿妹给你眼神,大家自己体会体会,15天就开始哭。 难道一滴读书的大学生,工作的朋友怎么办? 有网友觉得陈一涵词举实在太座,不懂哭点在哪里? 甚至有网友觉得陈一涵正是在模仿好几友杨超越,靠哭播出位?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完全可以理解,自己也是这样。 其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恋家,难道想妈妈想到哭很丢人吗? 针对想家这个问题,粉丝跳出来为陈一涵解释, 妹妹从六岁就被送去寄宿学校,从小就缺失太多,所以才这么恋家。 阿妹觉得每个人性格不同,其实想不想家都很正常,没必要因为人家恋家就说她做作。 在节目里,陈一涵还说,自己回去后有做饭给妈妈吃,确认过眼神,是个孝顺的PLA man。 嘉宾以为陈一涵说的是排骨,没想到陈一涵却说,没有了,我占了一杯果汁给妈妈。 阿妹,果然是富贵人家的孩子,赵杯。 果汁也是来之不易呢。 陈一涵炸完果汁后,妈妈还觉得特别欣慰,这孩子终于长大了。 陈一涵还说,自己最大的梦想,就是赚多点钱,让妈妈以后不用那么辛苦。 但后面又补充了一句,虽然她现在也没有很辛苦。 所以,陈一涵的妈妈,现在到底多辛苦。 陈一涵,就是想让她完全休息,过上衣来伸手办来张口的生活。 看完这档节目,网牛们议论纷纷,果然有钱人的烦恼就是不一样热。 追过创造101的朋友应该知道,陈一涵别称福建富婆,出不了道,却要回家继承家产呜呜呜。 陈富婆到底多有钱呢? 大概就是在宿舍里要用高脚杯喝牛奶,带个七万多的卡地亚永恒之环,开个三百万的马沙拉蒂。 别的小姐姐是出的走花路,而陈一涵的粉丝,却希望她出的吃点苦,毕竟回家继承家产的人生实在太无聊了。 其实在参加创造101之后,陈一涵曾以爱飞儿的名字出道,所在公司就叫爱飞儿影业。 别以为是碰巧,其实爱飞儿影业的老板就是陈一涵。 那个时候,陈一涵就拍过影视作品,还大言过珠宝,只可惜没什么水花。 据说陈一涵还和林远争过美人渔女主义学,只可惜当时没有林远表现得好。 其实从这两张图来看,陈一涵颜值完全掉大林远,只能说在娱乐圈,运气也很重要吧。 后来,陈一涵辗转来道,创造101,不。